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例子 氧化酮在高温下通入氢气 把氧化酮还原成酮 产生水蒸气 当还原剂 1.在同温同压的时候 氢气的密度小于氧没有错 1.水蒸气通过高温的煤胶收集的气体是纯氢气 不是 水煤气 含有一氧化碳跟氢气 这混的气体就是水煤气 G.氢跟非金属结合 形成的是分子化合物 H.氢气可以做还原剂 没有错 把氧化酮还原成酮 氧化碑不行 因为碑的火性比氢还要大 主要的金属氧化物是 铜 拱 银 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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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氢跟氧混合点火 给它能量 爆炸 没有错 J.金属的氢化物 像氢化钠中 钠的氧化素正1 氢是负1 对 OK 氢跟非金属形成的化合物 浓到水中均呈酸性 均就不一定 有两个例外 氢跟氧化氢 浓到水中 会释放出氢氧跟离子成碱性 再来A 自然界中氢主要以元素态存在 错 以化物态存在 M 氢可由电解硫酸水溶液 电解硫酸水溶液就是电解水得到 没有错 N 水煤气是水蒸气跟碳的混合物 不是 是液氧化碳跟氢气的混合物 O 氢的同位素 错掉了 Hdt P刀穿 P 氢的氧化素可以是正1 对哦 比如说CH4 氢就正1 或者零 比如说氢气 或者金属的氢化物 像氢化钠是-1 Q 工业上多以电解水制造氢气 不是 电解水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 我们用水煤气法 R 氢气可用于填充飞船 安全性高 错 安全性低 所以先用氢气取代 所以先用氢气取代 S 氢气是最氢的气体 这个没有错 废点最低 错了 废点最低的是氢 第二名是氢 答案写一下 哪些方法可以直接制得纯氢气 好 第一个A 电解加有硫酸的水 因几可以得到氢气 B 水蒸气通过自热铁穴 想要方言是 温度在600度C的时候 可以产生氢氧化三铁 还有氢气 平衡这样子 那 丢入水中 可以产生氢气 再来 株 芯片跟锡盐酸反应 也可以产生氢气 一 铁跟锡硫酸 活性大金属跟酸 会产生氢气 对 F 铜跟溶硫酸 会产生二氧化硫 G 铝跟强碱 可以产生氢气 H 氢化辣跟水 这反应非常剧烈 可以产生氢气 I 水煤气跟水蒸气的混合物 通过催化剂 加压 通过冷水 水煤气 一氧化碳跟氢 跟水煤气的混合物 变成二氧化碳跟氢气 所以加压通水 可以使二氧化碳 融到水中 而得到比较纯的氢气 OK 冰碗的热裂解 隔绝空气加热 大分子变小分子 我们叫裂解 可以得到丙烯 气体 再加上氢气 常会有两个气体 这是混的物 没有办法得到纯的氢气 再来电解氢化钠水融液 氢化钠在水中 会立刻产生氢氧化钠 还有氢气 然后电解这个氢氧化钠水融液 就相当于电解水 因此会得到氢气 下列种类不同 重量相同的金属 用来自备氢气的时候 何者产生的氢气会最多 我们先写出方程式 A 鎂跟盐酸 产生氢化钠 还有氢气 要平衡一下 这里乘以2 细数比 就反映的末尔数比 消耗一末尔的钠 可以产生一末尔的氢气 1比1 钠的末尔数 重量一样 假设都是1克 质量处于它的原子量24 钠的末尔数 每消一末 氢气就产生一末 所以氢气就24分之一末 再来B 鎂跟氢氧化钠 会产生这个 还有氢气 平衡这样子 末尔数比2比3 所以氢有1分之1 那氢就要乘上2分之3 吸 钠跟水 钠跟水 那氢气 进入